我们正式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天 Linux文件管理 那么说到Linux文件管理呢 首先了解一下要干些什么事情 无非就是呢怎么去创建文件 怎么去复制文件 怎么去对文件进行查看呢 编辑啊 身除啊 以及移动 甚至查找这样一些操作 因为我们无论是以后的服务 还是一些什么配置 主要都是文件 那举一个小例子 我们想要去修改主机名 主机名的文件在哪呢 在EDCR的hostname这个文件 那你是不是得知道这个文件才能够改啊 对不对 在Windows里面对文件操作 其实这个大家都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创建一个文件 是不是点右键新建一个文件就可以了 是吧 新建的文件可能有什么 记事本啊 有文本文件呢 但是在Windows在Linux里面就一种文件 什么文件 在Linux里面文件没有那么多类型 就文本文件 主要是文本文件 我们所关注的也主要是文本文件 当然不能说没有PDF啊 是我们所主要关注的是文本文件 那么怎么复制粘贴 这个的比较简单 点右键复制 点右键粘贴 点右键剪切 是不是这样一操作 编辑的话呢 像文本文件的话 编辑一般是用什么 是不是用的是 记事本就可以了 编辑就一切呢 都很简单 但是在Linux里面 同样也比较简单 对刚才忘说了 这个文件到底创建在哪个地方 是放在C盘的某个目录下面呢 还是放在D盘的某个目录下面呢 都明白吗 你放在哪个位置 这个是要有明确说法的 好 那么这一小节当中 今天我们主要会讲到 文件的一些整个的一些管理的方式 就做了一些管理 我们用什么方法管理啊 主要还是用什么 share mini 主要还是share mini 我们会先了解 Linux当中文件组织的一种什么 结构 然后来了解 我们怎样去定位到我们要 要操作的那个文件 就是路径对吧 从路径的方式定位 第三 我们怎样去实现这些创建 复制删除移动 查看编辑操作呢 包括第四一个重点是我们的编辑 我们的编辑用到的不是什么 机械本 用到的是什么 VI编辑器 这样一个重量的一个产品 重量级的产品 另外 我们还会带大家 去了解一下 Linux里面文件的时间的概念 什么叫文件时间啊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你看 这些文件是不是都有一个最后的修改时间 但是在Linux里面呢 每一个文件有不止一种时间 有多达三到四种时间 第二 文件的类型 就我们怎样去分辨文件类型 这两个点是属于扩展点 OK 那边吗 好 下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目录的结构 Linux目录结构 那各位看到 Windows和Linux不一样 Windows是多根的 C盘根目录 斜线朝这边是吧 D盘根目录 E盘根目录 多根的结构 所以说 你要找的文件 并不是所有都在 C盘上 是吧 也不是所有都在什么 D盘上 因为 你现在看到的是哪 你看C盘 看这里 是哪 C盘根吧 或D盘根 是不是这样子 Linux就是什么 就只有一个根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棵倒挂的树 倒挂着的树 看了吗 最上面 倒挂着的树 最上面是树根 然后是各级 枝盖 甚至是最后的叶子 是不是这样子 倒挂着树 那这里呢 我们看到 我LS了一下 跟 看是不是看到了 根下的一些 一些很重要的目录啊 有些颜色上 大家可能看得很清楚 根下的所有东西 其实都是文件夹 这种蓝色是属于什么 文件夹吧 尽管这个 这个浅蓝色 其实它最终也指向的是一个文件夹 也是文件夹 这个我们会看 看到这个叫链接文件 好 这是Linux跟目录的结构 这里呢 有一个叫做什么 有一个 有一个术语 这个术语呢 可能好多人也没有关注过了 叫FSH 叫文件系统的一个层级标准 这个也就是说 凡是使Linux 无论是Ubuntu 还是SinoOS 还是其他Linux 这个Linux的这个什么 他们都遵循这个S FSH这样一个标准 也就是说 根下的一些目录 是具有相似性的 因为他们是按照一个标准 来走的 大家这个标准呢 知不知道呢 其实也无所谓 好吧 我们只要知道 根下的一些重要目录就可以 好 我们来再看一下 根下的一些目录 Linux 跟我们看到 是不是看根下的一些 一些这样的一些文件和目录 好 各位 看一下 这个画了几个虚线 注意到了吗 你们有看到虚线吗 虚线 这个虚线的意思是说呢 这个根下的病 其实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淘汰了 没有吗 换到哪去了 合并到了 根下的 USR下的病 原来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根下的病 一个是什么 根下的USR下的病 这两个地方呢 已经合到 合到一起了 但是他现在还留了一个 留了一个链接在 看到吗 这几个 这几个 这几个那个天蓝色的 或者淡蓝色的文件夹 其实现在已经是 链接文件 他最终连到哪去呢 连到那个USR下的病 上去了 是不是 连到一个USR下的病 上去了 所以只是留了一个链接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这个地方会 可能会消失 没有吗 好 这边 这个意思就是说 在7当中病 到这儿去了 S病 到哪儿去了 USR S病 还有一个是什么 看这儿 USR下的TNP 到哪儿去了 到 到VR下的 根下的 VR下的TNP 这个位置 注意到了吗 好 我们下面呢 要了解一下 什么 了解一下 这个 一些重要目录的 是干嘛的 至少一个了解 那么你在Linx里面 看到这样一些目录 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根下的什么 病 这个病是二进制 那个单词 Binary 的单词的 那个前三个字母 我们所使用的命令 各种命令 都在病下面 其实严格讲 这个位置已经什么 淘汰了 现在是不是在 根下的什么 USR下的病下面 好吧 这淘汰了已经 那 比如说 各位 你看一下 根下的病 或者是根下的什么 USR下的病 这里很多 这些都是我们 Linx上的各种命令 二进制命令 这些文件 你不能直接打开 因为它是二进制文件 不能直接打开 那 比如说 这里面的什么 LS 看到吗 乱码是由于那个 刚刚说的 那个什么造成的 语言 好 我们的根下的病 看到吗 USR下的病下的什么 LS 是不是 B下的data 是不是 都在这下面 这是一个文件 没错 但对我们来讲呢 它是一个二进制的可执行文件 我们可以用它来看时间 或者是看文件 是不是 这个bin下面放的是 普通用户使用的命令 能看懂吗 而sbin super 放的是什么 超级用户 好 我们这里呢 举一个小例子 让大家看一下 看 which 我查找一下 lsmini 在哪 在这吧 要which 这个mini 在哪个地方 猜吗 是不是 因为这是什么mini 什么级别的 肯定普通用户 做不了这事吧 好 所以 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去呢 看一个文件 是 看一个mini 在哪个地方 能看懂吗 各位 那么明白吗 就是 当然我再次强调一遍 根下的b已经 搬家了 好吧 根下的sbin已经 搬家了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 b下面放的是 是对二进制的mini 是什么mini 普通用户的mini 而sbin下方的是什么 管理员 管理mini 好 ls是不是在 在b下面 然后useand呢 是在什么 我怎么没有抓上啊 这个图片抓成啥呢 抓成 抓到没有意义 这个 要的是下面这个效果吧 行吗 好 这是两个地方 bin和sbin 然后紧接着我们看到 dv下面 dv是存储的是 设备的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 硬盘的分区吗 我们的硬盘 我用ll 看dv dv是device 设备的单词 你看全是设备 看到吗 设备 哪个设备呢 举个例子 dv sd sd啊 当然是属于 心是属于什么 心通费服 你看 这个是我们的硬盘 上面分的 三个分区 能听到吗 我给大家也抓一下这个图片啊 能不能看到 好 这里呢 我们看到 有一个 这是我们的 第一个是我们的硬盘 后面是不是我们的三个分区 因为有一个原则是什么 linux中 我们叫一切 接文件 就是任何东西都在linux是一个文件 包括把你放在linux里面 也是一个文件 来访问那个文件 就是访问 你 看到吗 硬盘 分区 只不过这种文件是特殊文件 我们叫设备文件 它表示的是某一个什么 设备 硬件设备 对不对 当然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 这些设备以外 还有一些特殊的设备 什么设备 像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在这儿敲一个命令 tty 当然如果在这台电脑上敲的话呢 tty 它显示的是 都一样了 现在啊 就这个 dvpds-0 dvpds-0 这也是一个什么 这也是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我的什么 我们叫终端 这是我的终端 这是我现在电脑的终端 看到了吗 这是我现在 我现在打开这个终端 其实也是个文件 一切都是文件嘛 这是终端文件 还有什么呢 各位 还有我们的 一些特殊的设备文件 看啊 这个我们以后经常用啊 dvshad0 单次可以看出来是0吧 就说这里面就像什么 就像那个摇钱树一样 能够不断的摇出数据来 你能从这个文件里面 远远不断的拿出数据来 拿出0的数据来 同样呢 那个now是什么 相当于回收站 就是你要把那个信息 往这里面填 永远是什么 填封板 像无理洞一样 另外还一个random 是里面能够产生随机数 对吧 就如果以后我们 无论是在python 还是shel当中 我们想要个随机数 对吧 怎么办 用random产生就可以 这都是设备 特殊设备 懂得懂吗 这三个文件 我们以后是会 也会经常用到的三个文件 这个dvsdn是什么 什么东西 刚刚讲了 d 什么叫a啊 就是第一块硬盘 那b呢 第二块硬盘 没有吗 那sdn1呢 第一块硬盘的 第一个分区 第二个分区 第三个分区 看到吗 好 这些终端的概念 还有我们刚刚看到 pds-0-1 这指的是终端 dvsd0或者是no 这是我们的 零设备文件 或空设备文件 一个是 源源不断的能够 吐出数据来 一个是什么 它能够源源不断的 产生这种零的 这种数据 数字来 这个数据啊 数据来 然后 那个none里面是什么 对 是一个类似于回收站 往里面扔的东西就不见了 就消失了 没有了 ok 就焚烧了 然后 后面这个random是什么 是能够产生 随机数的设备 对不对 好 这边我给大家也说一下 比较第一位下的什么 刚刚说 Rero 第一位下的 No 第一位下的什么 random 这三个 给你呢 简单的来 标记一下 这叫 我们可以说是 您设备文件 它也是个文件是吧 这个呢 是我们的产生什么 产生随 随 哎呦 机数 这个是上面是我们的 空设备 累死 好 楼面买乖 可以写钱 钱钱一点吧 这个够响应的吧 这个 好 这是我们的设备文件 这一类文件是特殊文件 上面这一类是属于我们的 一些秘密啊 可知性文件 是吧 在B 或者在什么下面 SB下面 而第一位下呢 那些属于设备文件 主要对应的是一个设备 没有吗 是一个设备 然后 有几个地方 很重要 家 谁都有自己的家 谁都有自己的妈 是不是 孙悟空没有 有啊 怪音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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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不知道 我瞎说的 如来 哈哈 这个 不知道不知道 我乱说的啊 这允许开开玩笑 来 现在我们说一下 在我们Linux里面 主要有两类用户 一类是什么 一类是超级用户 一类是普通用户 超级用户的家在哪呢 在根下的 root 这个地方是超级用户的家 它的数据放在家里面 没有吗 而普通用户家在哪呢 注意 这个home其实还不是普通用户的家 是home下面 对 你看啊 大家注意看一个现象 这个现在我在哪 pwd显示我在哪 pwd这个命令呢 是用来打印当前目录的 就打印当前在哪 就是我定位一下 我在哪个地方 好 我在根下的root 这是我的什么地方 而在观察一下 这是什么房 波浪线吧 波浪线表示 现在加里面 波浪线就是指的是加的意思 ok 但是 管普通用户的家在哪个地方呢 你看 那这样 你看我新建一个用户叫做Alice 用户 看到吗 我是不是新建了一个用户 在home下就会多一个Alice的家 能看懂吗 明白意思吗 同样 如果我再新建一个用户呢 它的家是不是安在 在home下的那个位置 这位给你们整想一点啊 哪 明白 好 有人说这个位置是什么 当然准确的说是 普通用户家的一个叫 普通用户家的一个什么目录呢 我们叫 base目录 基本目录 鸡目录 看到吗 这个话要具体一点 如果说你实在还理解不了的话 我告诉你 用我以前学生的话讲 他说 这是普通用户家所在的小区 可以吧 这只是个小区 不是家 家是在小区里面的某一个单元 或者某一个房子 所以这叫base base这个词呆 不要以后说了 听不懂啊 比如说你给别人介绍的时候 你说我们公司是在北京上海杭州都有 但是我的base是在北京 能念的是什么意思吗 这话你说 哎呀听不懂 听不懂说明你out了啊 我再说一遍 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啊 北京 总公司是吧 上海呢 还有杭州都有公司是吧 都有分公司 但是我 我的base是在 北京 或者我们公司的base是在北京 没意思吗 是我们公司的这个总部在哪个地方 或者你的base 你的工作的主要地方在哪个地方 明白意思吗 这是base 就是基本的地方 基本的意思 base目楼 都都都没问题吧 我怎么感觉上海为对齐呢 你有这种感觉吗 这样对齐了吗 对不起我受不了啊 什么强迫针 说过了是完美注意者 那有人说什么叫加目录这个不明白 这个啥不明白的 大家注意看 我现在这个桌面有一个千锋教育的背景是吧 我现在是什么用户 那我要是再换个用户 他有这个桌面吗 他没有 为什么 因为每个用户都有自己的看 都自己的 是不是类似于 这个这个是不是就用户的加目录的意思 每个用户加下面 是不是有他自己的音乐文档图片视频 还有他的桌面 所以每一个用户都有自己的那一套桌面环境 或者他的数据的存放位置 这个位置叫什么 叫他的home 但是不同的是管理员的home在哪个地方 在根下的root 说清楚了吗 而普通用的home在哪个地方 根下的home下的那个 那个以他名字命名的目录里面吧 这个home只不过是普通用户加的一个什么 我们叫base目录 这话听懂吧 行了 好的 紧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个 我分他几类啊 一类是命令 这类是设备 这类是什么 够到我说的什么 加 应该懂吗 这地方 应该也画着红线啊 画着红色的 应该是重要的啊 来 紧接着 我们来看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根下有一个叫PROC 看到吗 这个单词叫process PROCSS 进程 进程 单词摆成就叫进程 世界上写的吧 没错吧 写错了 写错了 你说没关系 我这是没关系 英语烂烂一点 是烂一点 但是我接受 进程过程 是吧 PROC 大家 可能看到最多的是什么呢 这里面好多数字 哇 一堆的数字吧 对没错 每一个数字 都是一个进程号 我随便 随便给大家抓一点点啊 我也不抓那么全啊 每一个数字都是什么 一个进程编号 就换句话说 每一个运行起来的进程呢 都有一个什么 每一个运行起来的进程 都有一个数字编号 明白 好 当然我们学到最后 你就看懂了 这些命令呢 你现在先不用管 你看 我举例说明一下 好吧 让我举一下例 好吧 PS 我看一下所有进程 过滤一下 SHD这个进程 大家看到我这个进程的编号多少 1241 是吧 好 这边呢 没事 我跟大家只是说 举个例子啊 你又不要 不要感到很 很那种 很恐慌的感觉 别别别这样啊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进程 编号多少 例如我们现在这个SSHD这个进程 它的编号是 1241 注意到了吗 然后 这个1241 在我们的 这个进程 在我们的这个 PLC下面就有一个什么目录 你看 在我们的PLC下就有一个1241的目录 注意到了吗 这个代表的是谁 代表的就是我们那个 进程 刚才那个进程吧 它的所有运行的相关信息 那如果把这个进程关了呢 这个1241就是什么 结束了 能力懂吗 大概能力懂我说的意思吗 大概我说的是啊 好 就算是模拟 就算是观摩 我也把相应的mini帮你战士先 先弄出来了啊 好 那 这个PLC说是在 说相当于什么 相当相当于你车的那个仪表板 仪表板 那么像什么油耗啊 那东西是不是开起来以后 把发动起来以后再能看见 就是你没发动起来 那个没有运行 是不是看不见的 所以它里面的信息 实际上呢 是什么 看 它是一个虚拟文件系统 就是不存在的 其实是不存在 它反映出来的是 内核或者是进程 他们运行的一些实时状态信息 就是只有那个进程运行起来以后 才会在PLC里面出现 能力懂吗 这个位置很重要 看它就相当于看你车的 比如说当前还剩多少油 你车跑的是120 120码的一个时速对吧 一个速度 是这样一个信息 它是一个在我们车找起来以后 或运行起来以后才会看到的一个信息 这个很重要 那么那个车的仪表板是看什么 看车的一些状态信息吧 而PLC是看什么 看我们这个系统 还有它进程运行的时候一些相关的一些状态信息 对不对 就相当于我们想知道这个系统呢 现在是有什么问题没有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这个 PLC 好今天只是先提一下而已 明白 PLC 好 下面呢 有一个叫叫什么 叫USR 也得大家也得知道 USR这个位置 这个USR呢 你看在根下有一个USR目录吧 这里面放了好多文件夹 是不是 可能GAMS游戏是吧 还有EDC等等等等 EDC还有EDC啊 还真没见过这里面还有EDC啊 不是我们考外的啊 是真有 好 这个有点相当于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个小例子 看啊 我这个计算机现在 我们先看一条命令 观摸一下啊 我这个根 用了多少G 30多个G 37个G 是吧 当然这里面有些视频 是不是 其实呢 这里面USR 它占的空间非常大 几乎你刚刚招号系统 以后你会发现 80%以上的空间占用 都是什么 USR 但是现在有从 4个G跟30G比 没法比啊 是这里面有 可能有我们的视频 好吧 不然的话呢 刚刚招号系统以后 你会发现 你其实就用了5个G左右 其中有4个G是哪儿占的 USR 那这个相当于什么东西呢 我给你一个说法 你看相当于C盘的Windows 你看我们C盘的Windows 它的空 它的大小是不是 很大 看看看看看看 是不是很大 有点相当于这个东西 你看吗 USR 所以它里面放的主要是一些什么文件 对系统相关的文件 那么另外呢 US跟下的什么 USR 下的Local 用我的话讲 它相当于C排下的Program 就是软件安装的位置 一般情况 初学者或一般人员都会把软件装在这下面 没有吗 但是我们以后进入到每个公司 我们说每个公司安装软件 有自己的什么 规范 没有吗 装哪儿不是乱来的 还有USR下的B USSB 还有USR下的Label 库文件 还有什么 这也是库文件 不同的是 这是多少 这个是32位的库 这个是多少位 64位的库 这个bit是指的位的意思 看懂了吗 这个库当然跟谁有关系 跟运卫人员还是开发人员有关系的 开发人员啊 好 这是USR 另外呢 各位看 boot 来 看一下的boot 看一下 其中这一款产品是什么 内核 这边我给大家写了内核看到吗 里纳斯托尔兹他的团队研究的就是这个内核 它是我们整个操作系统的灵魂 你可以尝试把这个内核删了 看看还能不能起来 好吧 这个boot这个单词本身是启动引导的意思 所以里面放的主要是什么 和启动和启动相关的文件 比方这个是内核 上面那个grab2呢 是开机的时候那个启动器 你在开机看到是不是有一个 倒计时读秒的那个菜单什么的 那个就是我们的grub 我们叫grab grab 是他在开机的时候负责把我们的系统给我们启动起来的 你要是敢把这个目录删了 你的系统是不可能起来了 没有吗 对不对 是跟下的boot 好了 我想说的是 下一个重量级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etc 那这个他的他的这个光芒会 夺目 好吧 啊 什么眼他都能亮瞎 这个这个是我们以后的灵魂 配置文件 就基本上系统相关的 配置文件 还有某些应用相关的配置文件 都在这里面 比如这个回个车吧 换换一种表示方式 这是系统相关的 这是什么 一些应用相关的配置文件 都在这里面 还有刚才你没有注意到一个主机名 还记得吗 啊 主机名在哪 各位同志们 是不是在etc下的hostname这个位置 好 这里面是我们的主机名 是吧 这里面是什么 这下面是 还记得吗 我们的网卡的一些配置什么的 给网络相关的 是不是都在这里面啊 对 还有我们某一个配置 比方说我们以后学到了一个服务 这个服务叫ssh的配置 在这里面 所以这里面的文件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以后要对系统的主机名进行修改的时候 改的是这些文件 所以这叫配置文件 没有吗 edc配置文件 当然还有一个是酷 还记得吗 这个多少位的酷 多少位 其实这个地方淘汰了 我现在说的这左侧的这部路都是位于哪个地方 位于哪儿 是位于根下面的 其实nabel和nabel64已经也什么 也淘汰了 你看 你观察一下 看 label和nabel64是不是已经淘汰了 到哪儿去了 到usr下的label和nabel64 已经淘汰了 没有吗 所以这两个地方呢 你愿意知道一下 就知道 不愿意知道就算了 好 所以这个其实是酷文件 已经被移走了 32位的酷和64位的酷 明白 好 还有一个地方是在哪儿 跟下的什么 tmp 这个tmp是临时文件 这个是我们的临时文件存储的地方 当然这个临时文件不是给你用的 是给那些进程 那些进程他们呢 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所需要用到的一个位置 他们会在这里面创业一些临时文件 来用于进程的一些运行 相关的一些操作 明白 好 然后呢 这个vr 里面放的主要是一些 这个单词叫什么 这个单词本身是可变化的意思 variables 可变化的 单词本身可变化 也就是说放在这里面的数据 是经常发生什么 变化的 各位你们看看 日志是不是会变化 经常 数据库数据会变化吧 邮件会不会变化 所以你看 mySQL的数据放哪儿的 vr label mySQL fdp 就是如果我要搭一个ftp服务器 给你们提供服务 数据放哪儿的 邮件放在这下面的 计划任务放到这里面的 还有呢 日志放在这里面的 等等等等 你看这里全是临时目录 tmp 这里面各种临时目录 而不是各种那个 各种这个产生什么 数据的一个位置 这里大家要清楚 好吧 嗯 这是这里面的数据是经常发生 变化的 比如说各位看一下 VR下的logo 这里面全是什么 日志 各种日志 在这里面 因为他们会发生变化 所以在这里面 好了 这是根下的什么 主要目录 还有几个不起眼的 是什么 我们叫设备的挂载点 什么意思 一会儿给你们一个任务啊 把手从脖子上那儿离开 给你们一个什么任务 你们一会儿插一个U盘 插一个U盘了 你们再看一下 这个run也是啊 我们设备挂载呢 也会挂到这个位置 你插一个U盘 插上以后 它自己就挂载上了 所有设备 特别是存储设备 要想使用 想要把它挂载上才能使用 那么你插个U盘呢 在7里面 它默认挂到这儿 这下面的 在6里面呢 默认挂在 Mader下面的 总之这些目录 你不用特别关注 它们其实可以不存在 它们是一些关系 不是很大的一些目录 没有吗 它们主要是设备的什么 挂载的位置 当然run不是 run这个地方 其实不应该写到这儿来 run是运行的意思 那我们在后面会 带大家认识它 好 这个提过了吗 刚才 我们说 根下的bin已经被什么 淘汰了吧 Sbin是被淘汰了 Nable会为什么 淘汰 在7里面淘汰 是吧 好 这是我们 根下的一个什么 这是我们Linux的一个 主要的目录结构 好 那么为大家主要介绍了一下 根下的一些重要目录的一些什么 作用 听见了吗 你要是这些不了解 就像你开车一样 那你肯定得了解这个车呀 是不是 一些核心的东西嘛 对不对 好 这就是关于Linux的一个 我们叫 目录结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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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